新郎新娘拜堂 一拜天地 来吧 人家正在拜堂成心 这风和尚不讲武的 直接抢亲 背起新娘子就跑 他这是要坐身 来我们一探究竟 话说灵眼寺的长老圆寂以后 纪宫缺了一托 少了护身 这尖寺广量终于有了大选 他直接将纪宫逐出了山门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纪宫来到了南平山下 西湖边上的静慈寺 他知道这里必将是 自己的第二个佛门之家 怎样又遭到了 静慈寺的尖寺阻拦 根本不让到寄见方的 道计只好掠实法术 钻了空子 这才来到了 德会方丈的面前 这是我的度别 张老您若将他收下 我便是南平山僧 静慈和尚 张老您的弟子 尖寺跑到方丈的身边 吹起了耳边风 这道既举止癫狂 犹如佛门 想我静慈寺五百多弟子 目骨沉中兢兢业业 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若是收下祭天和尚 定会扰乱寺院 后患无穷 眼看方丈就要被尖寺说动 只见道计叫来了尖寺 在他的夜窝下面使了法术 一只死老鼠挂在了下面 把十根子惊吓地逃跑了 得回长老慈悲为怀 幼孔五百弟子怨言 佛门注重功德 便让寄宫出去寻阵寺之宝 若能寻回 便可明正言顺地收留寄宫 那时候就再也没有弟子 赶出来反对了 此阵寺之宝 重在白银之上 跪在黄金南笔 受到点拨的道计 开开心心地带着使命 离开了静此寺 道计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崔竹村 当他路过一座石狮子的旁边时 发生了几声低沉的吼叫声 道计仔细一看 这四周没有任何猛兽野心 转身一看 原来是村口的石狮子发出的吼声 这石狮子还没有开口说话 就流出了树地眼泪 惊呆了道计 一问没有血海深仇 也没有千古其冤 几百年来 风风雨雨 惊受磨难 你从未落过泪 今天为何如此伤心呢 师父 你有所不知 崔竹村 要大难临头了 原来石狮子伤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崔竹村的全体百姓 道计放眼望去 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原来是大宋皇帝刚刚发布了黄网 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 未婚家的女子 由各县各府选送进宫 若有不从者当诸灭九族 但实施的所说的不是这件人祸 他所说的乃是天灾 西天有座山峰将要飞到这里 皆是崔竹村的男女老少 都会被压成鸡粉 师父乃是高僧 不忘慈悲 打救众生 崔竹村的这一家人 正在为皇上选秀的是着急 派出去找顾爷的老娘舅 时时不见回来 但皇宫的公差已经快到了 把小女的母亲急得团团转 顾爷再不找回来 小女必定被拉进宫 但小女子看得开 谋是在人 成是在天 公差来之前 若能拜堂成亲 就是女儿的造谎 如若不然 只有自杀在进宫的轿子上 此时小娘就独自一个人回来了 没有找到顾爷 顾爷已经外出经商去了 这可急坏了 小女的母亲 都怪她的丈夫过世的太早了 家里现在就老娘 就一个大男人 结果半天还憋不出一个办法来 不是让小外甥女逃走 就是让她藏在床底下 这些都是办办法 小外甥女早就造策化名了 这躲避逃跑 抓住是个猪灭九族的 老娘就想到了最后一个绝招 自杀 一家人统统上吊 死给皇帝老子看 哎 又是个馊主意 小女集中生智 既然找不到姑爷 那就先找一个男子 来代替姑爷拜堂成亲 就算是抢拉偷闹 都要找一个男子 前来代替拜堂 就算是找不到年轻帅气的 只要是个男的就行 那我就给你找个功能 此时倒计 正在拿着天文望远镜 遥望着西天 许久之后她终于看到了 那座将要起飞的山峰 为了获得准确的到达时间 她趴在地上 给土地也打了一个电话 仔细询问了一番 不好 那山峰已经松动了 它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村子的人 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 他们怎么会相信 这旷古未有的事情呢 如何才能让全村的人速度离开翠竹村呢 道计一眼望去办法来了 此人就是小女子的老娘舅 她在村口等着逮个男的回去拜堂成亲 可眼下男的不是在成亲 就是在拜堂的路上 急得老娘就没有看脚底下 被道计半岛在地扭伤了腿 这很简单 道计一扇子就治好了老娘舅的腿疼 老娘就回头一看 发现了道计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你可是男神啊 废话 但我是和尚 又不是尼姑 当然是男的了 男的就好 男的有什么好 男的就妙啊 别看老娘就傻傻乎乎的 她还知道出家人以慈悲为悔 要是道计见死不救 那就是触犯了天条 拉着道计就要回去 给自己的拜圣女拜堂成亲 但道计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道计要忙得去救全村的人 这西间的大山峰 马上就要飞到翠竹村 她要去告诉翠竹村的家家户户 赶紧逃命要紧 老娘就变得机灵起来 和道计交换了各自任务 毕竟老娘就是当地的熟人嘛 说起话来比较可惜一点 就这样道计被硬拉到了姐姐的家里 现在是迫在眉睫 外甥女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就是她吧 是个工的就行 但道计感觉自己不行 毕竟自己这张老脸 像双打低鞋的老七横胸 而小姑娘面肉桃花 这站在一起根本就不般配 一个像爷一个像孙女 且看小姑娘如何堵住道计的嘴巴 如今皇上比你年轻还是年大 他比我大二十呢 他干得 你为何干不得 再说 借你的金刚七 造个假象 这人耳末而已 说不过小姑娘 道计的任务 就交给老娘就去通知全村的人 道计明知自己的老脸不合适 必须先打扮打扮 这不他就瞧见了 院子里面的那块磨刀石 刚好就能派上用场 道计脱去了上衣 把脸放到了磨刀石上面 狠狠的摩擦 希望把脸给磨得光滑 稀嫩一点 这一幕在小姑娘全家看来 这个道计就是一个风和尚 此时的全村小孩子们 正在一起玩耍 撞到了正在喊叫逃命的老娘就 老娘就脑瓜子一转 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了 这帮可爱的小孩子们 以大串的铜板作为报酬 可把孩子们高兴坏了 都回去拿了锅碗 瓢盆敲打喊话 有风飞来了 大家快快跑 不跑命难保 有风飞来了 大家快快跑 逃了命难保 你喊错了 你们喊错了 集国两队人马还各喊各的 为此喊起了争执 最后商定的喊话又变了 变成了有风飞来了 大家不能逃 逃了命难保 这让正在化妆的盗妓听到了耳里 她顾不上继续化妆 必须马上纠正过来 她拦住了叫喊的孩子们 夺过了他们手中的螺火 给孩子们掩饰了一遍 盗妓这刚刚交代完毕 官差已经到了老娘就的家里 就要将小姑娘拉上花轿 老娘就拉着盗妓就往大堂赶去 拦住了两位官差 在下就是小姑娘的夫婿小婿婿 这里马上就举行拜堂仪式 但两位官差不相信 他们不就是想从小姑娘家里讹诈一点银子吗 只是没有明书而已 老弟宝早就被收买 他也说了实话 但官差岂是好骗之人 追问道记既然是拜堂成亲 那为何是在小女子的娘家举行拜堂仪式 这不是明显的在蓄意抗旨 今天这小女子今天必须带走 且看到记是如何躺塞二位官差的 沿道自己的亲娘 十五年间就生了十六个儿子 而岳母家里就一根独苗 还是个女的 这老两口总不能老了没人照顾吧 这宫差又找啥了 这新郎官是面目老丑 而新娘子是十六岁一时花 站在一起就像是爷爷和孙女 这分明是为了躲避进宫故意捏到 但记宫有话说 现如今咱们的皇上比自己还大二十多岁呢 她都六十多岁了 还在选十五岁以上的小姑娘 官差管不了那么多 先验了新郎官的真身在说 说不定这新郎官还是一个女扮男装 稻妓和众人都很吃惊 验身是干妈 当着众人的面 官差就包了稻妓的新郎府 由老干妈亲自上手验真身 好了现在已经验明了真身 就到了拜堂成亲的时候 这老娘就一拜天地还没喊完 就被突然冲进来的一位花姑娘拦住了 自称自己就是新娘子的夫婿 这个老头子是谁 众人不解你一个女的何出此言 这花姑娘当场脱掉了自己的头饰 脱掉了女人的服装 帅气的小鲜肉脸庞露了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新郎官 她经商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强强男子成亲 所以女扮男装一路逃了回来 还好没有迟到 稻妓脱掉了新郎府 换上了和尚的僧衣 气得官差就把稻妓拉进官府 投入大牢问罪 此时外面就喊着小孩子 对着窗户里面大声喊叫 山峰马上就要飞来了 想要活命快快逃 逃得慢了命难保 倒计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忘了观察山峰的动向 赶忙来到窗户边一看 大师不好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情急之下 倒计一把背起 正要一拜天地的新娘子就跑 来吧 这下可急坏了老娘就一家人 大家都大声叫喊 风格上抢走了新娘子 这崔珠村的乡亲们都很热情 疫情有外人光天化日地抢新娘子 全村男女老又一起 出动追赶风格上 想要抢回新娘子 但只有官差和老干妈 三人不动声色 待在老娘就在家里吃着酒席 盘算着下一步的讹诈计划 等到新郎官和新娘子被追回来后 定他们一个期训之罪 把他们送入大牢 三个坏心眼的人一拍即合 坐等美事的到来 殊不知死亡即将 降临到他们这三个人的头上 巨大的山峰正在朝着崔珠村飞来 而道际这边呢 已经带着全村的人 跑出了崔珠村一里地 但这还不是安全地带 来不及和新娘子解释 还是继续带着全村的人逃命要紧 果然跑出去了三里地之后 西天的那座巨大的山峰塌了下来 一时间遮天蔽日的灰尘 吓得大家伙抱头跪地 带到灰尘散去 崔珠村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峰 崔珠村的所有东西都成了鸡粉 还好大家伙都跑了出来 这时人们才明白 激公抢新娘是为了拯救大家 但道际早已离开了此地 这就是飞来风的由来 这件功德不小 道际又该启程了 有倒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那么激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感谢观看 精彩续集 我们下回再说 我们下回来 谢谢大家